但在64超人大乱斗终于开放 并且上线了新角色仓鼠迷仔 下面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新模式究竟该怎么玩 首先我们要知道 这个模式的地图是一条直线 所以在选择角色方面 尽量选择技能比较远的会好一点 原本是想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仓鼠迷仔的 结果开局直接就被队友选了 不过仓鼠的大致技能比较像小乔小技能加上大乔大招 大家应该能想的来 所以这局我们选择我们的人气角色弹小蓝 看看弹小蓝的这个模式里会不会依旧是顶流呢 开局大家都复活在家里的平台里 右上角可以购买装备 总共可以购买4件装备 不过值得一节的是 当我们离开家里的平台后就不可以购买装备了 也就是说只有在死亡后回到家里才能更新装备 正常是不能一条面玩到底的 区别超人竞技场的点在于 这个模式里还有小兵的存在 小兵可以给我们增加经验和金币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量让大家玩手比较长的角色了 不然有的角色连小兵都清不了 那还挖个蛋呀 当我们在游戏里死亡后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卡片 如果不满意的话也可以换一批卡片 这个是不消耗金币的 不过并不是每次死亡都会给我们卡片 这里显示只有当我们升到3级 7级 10级 以及13级的时候才可以选择 和装备同样 可能选择4个卡片 多了就没有了 不过每次死亡后都可以购买装备 这些装备的选择还是蛮多的 如果大家玩小兵的话 这里给大家一个闪牛版的装备 只要大家照着我这个装备买 后期一炮秒人完全不是梦 尤其是第一排最后一个装备 它会给到我们法术吸血 有了这个装备后 我们就可以做到涌动机 比如看我这波 目前我们的血量还不够一半对吧 但当我一个二技能往人对了一轰 不仅伤害高 而且血量直接会满 这不比蛋小绿强多了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什么叫完全体小兰的视觉盛宴 First Blood Rubb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kill